南陀梅子节活动日前在车程举办闭幕典礼 除了有许多DIY体验以外更有小农事集 在其他的外线市举办这个所谓的一个自媒的DIY 其实都在推广我们在地南投的优质的梅子产品 主办单位水里香农会也借机发表新产品乌梅子酱 欢迎劝过的好朋友都可以品尝看看 那我们农会办的闭幕活动有没有 在我们真美馆的铁道广场旁有办一个农民市集 然后在我们小学堂广场前面有办一个文创市集 就三层美好市集 然后又连结我们整个车程的老街 还有我们的谈犯区域 大家办一个大型的社区型园游会 把整个活动拉入我们南投县梅子节 我们这一次就是透过我们这次的活动 办了一个新产品发表会 那我们新产品就叫无梅子酱 因为我们有好的梅子 我们有黄熟梅有青梅有翠梅 然后我们就去做了一个无梅子酱 艳蜘蛛也到场参与 陈议员感谢农会推广在地梅产业的用心 也欢迎全国的好朋友都可以品尝看看无梅子酱 节目大会来举办新产品的发表会 那今天主打的产品就是无梅子酱 无梅子酱就是用我们的首美 加上梅精来制成的一个果酱 那这个无梅子酱是可以用来作为饮料的 希望在这里我们所有的好朋友 能够来多多支持 所以像农会所发表的新产品 所以在这里再次的邀请我们在地的好朋友 或者是外县市的好朋友都能够利用周休假日 来到我们水里乡来到车城村 今年在水里乡农会认真推广之下 不但到全台去宣传脆煤DIY 在销售业绩的方面也颇晚 农会也表示欢迎全国的好朋友 都可以来水里选购最幼稚的煤产业 记者邱平易水里采访报道